你好,就是有这么一个情况,我弟弟是河北,然后今年双高一面临选科了,选了两科,一个是物理和化学,然后在地理和生物之间纠结。 他这几次考试都是地理比较分高一点,生物分很低,二三十分。 那你还做什么好纠结的? 但是了解一个情况就是说,他这个学校吧,是在属于我们市里面第三四档的那种学校,然后老师只是上完课之后就不给他们布置作业了,没有那种刷题的效果。 可能就是光上课记住那些东西之后,下课就忘了。 然后还有就是地理,因为我没学过,然后我就翻了翻近几年的那种高考题,我发现他那个大题的主观题,他那个需要主观意识的比较多,就是你的那种叙述能力啊啥的。 我感觉我地理他这个叙述能力不是很强,所以说现在挺纠结的。 小伙子,你生物二三十,你还纠结个,你还纠结啥呀? 他这个可能就是可能说他的生物没好好学呢,就是一是生物可能没好好学,二是他那种选地理的话,他那些主观的大题可能到后面拿不到高分。 说的跟你生物好好学,就能一定能拿高分似的。 同学,如果说你现在说老师我生物和地理,我现在他俩是相近的,比如说我都是六七十,你纠结这个还有点用,你现在生物二三十,你还纠结啥呀? 我二三十的话,我肯定不纠结。 但是他那个地理不说现在高一是最简单的,然后高二高三就越来越难。 我个人不觉得,说实话我个人不觉得,这个难与简单这个东西都是个相对的,中国有句话就会了不难,男者不会,男的人就会说他难,简单的人就觉得说地理挺简单的。 我个人觉得,地理比生物要,当年我考大学的时候就不能那么选课,我要能那么选课的话,我肯定选物化地。 因为我觉得地理很好玩啊,它为什么好玩呢?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,地理主要分成两个部分,一个部分叫做自然地理,一个部分叫做人文地理。 我都觉得很好玩啊,自然地理,什么,地貌,自然地貌,哪个山最高,哪个河最长,这个河怎么怎么样,自然地貌,怎么形成的,我觉得很好玩啊,然后的话,人文地理,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,我就觉得很好玩啊。 这个,这个,我觉得挺好的,我还很多,我还很喜欢看这方面的东西,你说我办公室,我办公室那个,我沙发前面有个桌子,我今天新买了五本书,我给大家展示一下,我买那五本书,其中有一本就是人文地理的,写俄罗斯的一个博物馆的,我就希望将来有一天我到那个博物馆去旅游的时候,我不是个傻子,就是人家在看,啊,这画画的真漂亮,啊,你这个宫殿店的真漂亮,我希望我知道建这个宫殿的历史,我希望建这个宫殿的过程,为什么当时俄国的, 沙皇会喜欢这样的一个风格,我希望知道他的故事,所以说我个人,要是我当年有机会选的话,我肯定选乌化帝,我肯定不会选乌化身,我后来生乌,我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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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了一道选择题,所以说这个东西会者不难,哪者不会,这个我不觉得是一个,是一个很那什么的,一个,老师呢,地理,他那个地理到后面刷题,就是能不能,把那些主观意识,那思维,那培养出来,啥子,这种东西看个人,孩子真的,这种东西真的看个人,他这个东西,我没有办法说,说一定能或一定不能,有时候还得出责, 因为他那个,俄罗斯,埃尔米塔什博物馆,这是我买的,这是我最近在准备看的书,就是,他这个博物馆里边,有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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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建筑为什么是这样子的,他这个东西为什么是这样子的,我就,我就很感兴趣, 然后的话,东宫博物馆和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有什么差别,有什么关系,你这个,我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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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喜欢这种东西,就是会者不难,哪者不会,所以说的话,这个,看情况,这个,只能说看情况,好吧,老师呢,如果是生物和地理差不多呢,选哪个比较好一点,生物地理差不多,要是我的话,我就会做刚才你说的那个事情,就是把生物的真体和地理的真体拿过来去看一下,或者说是,如果说你有这个,有这种思维导图啊,或者拉七八糟的话,你去看一下生物和地理哪个它更容易接受,啊,行,好吧,谢谢老师,嗯,嗯,嗯, 真的,我觉得这种东西就会有不难,难者不会,我觉得你说生物难也不对,说地理难也不对,看每个人的兴趣,就是,尤其是在学所谓的类似于文科的东西,就是,就是,大家你会发现,我们为什么给你弄一个旗号连接的思维导图啊,或者是怎么样的,就是,大家你会发现,我们经常说,说什么东西是背的,其实我跟大家这样说,我个人不觉得知识是要靠背的,包括英语,我也不觉得它是所谓的背出来的,英语是熟练出来的,我不觉得英语是背出来的, 英语是熟练出来的,你说一个人要出国,或者说他要移民了,要到国外生活,你说这些人从来没学英语,我举个例子,你就把我妈扔英国,一个老太太,我估计在英国待半年,我估计我妈也会说,它是一个环境,你觉得语言是背出来的吗,我不觉得,你看很多很多旅游景点,它接待老外接待多出来,接待老外多的,你看那个卖东西的,对吧,我前两天我看了一个在意大利卖雨伞的,便宜10块,8块5块,好大,对吧, 你记住的多了,它自然就会了,它语言那也不是背出来的,我觉得它是理解出来的,就比如说你学这个东西,你把它当成一个负担去学,你就会累,但是你把它当成一个爱好去学,它就会容易,所以说你看我看这种东西,对吧,很多人跟我说,你怎么喜欢看这种书啊,对吧,你不了解我,你不了解我的话,我什么书都有,我什么书都看,我什么书都看,我就希望我将来有一天, 去那儿,去那儿看的时候,我不是一个傻子,我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,所以我就不觉得弟弟对我来讲是一个,是一个怎么样,你看他这个讲,俄罗斯,双头的这个国徽,俄罗斯双头的国徽,俄罗斯国徽的图案源于拜占庭帝国的徽标,当时拜占庭帝国的势力横跨亚欧两大洲,为了彰显其东西两个方向的王者地位,所以设计了双头鹰的徽标, 一个鹰看向了左边,东边亚洲,一个鹰看向了右边西方欧洲,双头鹰是这么来的,我就觉得,哇,这个,多好玩啊,我觉得很有意思,就是有的人他会把新的知识,是一个负担,有的人会把新的知识,是一个兴奋,我学了一个新的东西,我很兴奋,和我学了一个新的东西,变成一个负担,所以说的话,我就觉得,这个,这个很好玩,对吧, 这是我买的另外一本书,我一个李克生买了一本,别长安,讲唐宋诗词的,讲唐宋诗词的,就讲这些诗人,他们当年的一些诗爱好,对吧,很多人就问说,张老师你为什么喜欢买这种书,你们不是喜欢小作文吗,回头我也故意背两句,我就想,我背这个诗,可能在回答什么问题的时候, 甩两句,哎,你们就会觉得,哇,老张有文化,老张也会喜欢小作文,临阵磨枪,不快也光嘛,对吧,所以说,我给我自己定的任务就是,我一定要在这本书当中,找到几个,来年我直播的时候,能用到的点,遇到什么情况,夸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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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哇靠,这老张有文学素养,这就像什么了,对吧, 我都把口记上,要不然整得跟刚被那,不是我的意思啊,我的意思就是说,一个新的知识学习,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负担,要把它当成一个这个,对吧,就那意思啊,就那意思啊,大家懂的,大家懂的,所以说的话,就是我个人觉得,来,各位这位教授学文科的教授, 你们家孩子为什么文科他学不好,我给你讲的,你说有人说我跑题了,其实我想跟你说的是,文科的东西学不好,其实就是你错把心知当负担,大家认可吗? 文科的东西学不好,最主要的原因就是,你把心知当负担,我给你讲的是什么,我给你讲的是,你看,这个东西你了解了以后,就会很好玩,很有意思,对吧,而你把它当成负担,那它就是一个负担, 你把它当成一个心知,很好玩,我知道你不知道,很兴奋,你看,我就是这种,我知道你不知道,我很兴奋,这就是,就就是这方面,好吧,还有一个思考的角度就是,因为我们就是独生子嘛,因为我们就是两代单传,独生子,然后想让孩子在上大学的过程中,这个可能我的角度有点特殊啊,就是不要都是,有女同学稍微多一些,让孩子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, 这个怎么说呀,就是发展吧,就是让我们大人能够省心一些,什么叫比较好的发展,女同学多,就有发展一些,不想让她报这个,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,某些专业,像央山大学的车辆啊,机械这些专业,我看这男女比例,有点,有点,悬殊啊, 家长,我这么说啊,我个人觉得,因为我也从大学过来的,你上大学能不能找到对象,跟你有没有女同学没关系,那有的那种就是,找对象的好家伙,他们专业就没有女的,但是对象换的可贫了,然后有的那种就是说,全是女生的学校,完了他总担着,这都有可能的,这个我觉得,这个跟你个人能力,个人魅力有关系,这个跟他,这个环境关系不是特别的大, 我个人感觉啊,所以说你这个,考虑这个东西,我个人觉得,有点,没必要,对,我有点没必要,而且的话就是,叫什么来着,这个,哎呀,有句话不知道,当讲不当讲,对吧,就是,就是,就说嘛,说那个,哎呀,就算了,不假了,就是,就是说,就是说,你,你只要有魅力,你不用,非得在,在大学里边就着急解决这个问题,好吧,啊, 嗯,行,明白,别的,别的这个问题就,暂时没有了,谢谢张老师,嗯,嗯,嗯,这怎么还有要以女生多为目标,然后的话去,去选啊,这个,这找你成绩好,对吧,你还怕你找不到对象啊,找你将来这社会发展好,对吧,你还怕你,没有对象啊, 对不对,你,你,大家你上过大学的都知道,对吧,那,那种,来,我们直播间上过大学的,老张说的,有没有道理,对吧,跟你周围环境男生女生多没关系,那有的人有能耐,他就是,对不对,比如说当年,老张上大学的,不说了,不说了,点赞,点赞, 你只需一种 cal 别的对象,这斜团扪 然后你逮